今天我們有很多飲品 你看到我們桌上有很多飲品 雪櫃有些飲品 因為我們剛才說沒什麼飲品 但最令人感動的是今天 一會我都會播片 就是我們七十幾歲的依依 她就上來買醋 買完醋之後 她就下了7分 過了一會兒 過了半個小時左右回到來 大家知道她骨敷了七十幾歲 骨敷過 拿了一大袋飲品上來 我說你真的不用買 說說我們要催水 就算買也不是你們買 就是找年輕人去買 拿去吃一份飲品 說不可以請我們喝飲品 特別是林康正喜歡喝維他奶 你看到有幾包維他奶 他叫你不要喝了 你讓林康正喝 你喝其他檸檬茶 我心想我都喝到維他奶 好了 那她為什麼要買飲品呢 因為我一會兒拍的影片 令我加緊喝醋 昨天跟她說 其實好像她今天的網友我很多 但我覺得她最有代表性 雖然我上次拍過她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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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她說現在慘了 她不給我拍她的樣子 她說為什麼呢 她說整個威忌 我都不知道威忌 誰想到附近那些餐廳 都認得她 我這麼誇張 我這裡不是ViuTV 剛才有個網友我不會讀她的名字 CHNACHNA 我唯有讀LALA 她說 Berley哥沒有吹大 但回不了 其實我沒有吹大 我還是保守了 有些我不敢說 因為我講得太大 你們不相信 其實我非正式統計 我超過100個網友 喝到糖尿病 是把藥剪掉的 我也有兩個醫務所的醫生 替我訂了一貨 我也有超過10個網友 是應該要去通波仔 而後裏 喝了這些醋 不用通波仔 但是不是每個100%的效果呢 我不敢說 我只是想說 你們堅持信我四個月 有些人一個月就立即見效 例如手腳不痛就立即見效 但是你不見效的 你喝四個月 持之以恆 是個個有改善的 不要相信我 這不是什麼福音 你上網打這個蒜蓉薑草 當然出來的最多 因為我最近是這麼說的 但是你們看回 10年前20年前30年前 其實很多人分享過 這條方也不是什麼神奇方 只不過 現在的人難煲 而且因為材料貴 買了一百多元 時間也沒有 於是就變了有個市場這樣說 人們說拉大女兒上來買 其實我跟大家說 第一 第一 我每次都排隊 第二 其實我不優勞 我每一次說 像糖尿一樣 甜尿王一樣 其實我已經是 我快沒貨的時候才說 然後你們又要開始訂貨 在那裡等一兩個月 這裡有造勢 等到 為什麼我下一期要最快10月 或者最快9月底 因為馬拉疫情爆發了七彩 已經封關了 運輸也很麻煩 為什麼要爆發了七彩 這條混蛋就是 馬拉是我第二家原理 我這裡說 我當然要理解一下 是吧 那邊的朋友說 最簡單的道理 其實第一 就是這個Delta 很厲害 第二就是 其實大部分 好像香港和世界各地 是沒有症候的 不過以前檢測都少 因為一開始守得好 就像台灣一樣